謝謝主席 是不是有請許部長、租主機長還有呂次長 許部長、租主機長還有呂次長 那麼跟各位報告 各位長官如果為了要進行我們的效率 所以就不用再向主席去公了 我們就直接上你的背心臺見 三位首長好 不好意思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一一客套問號 所以我現在看到我們的十年長照2.0版 那我相信全體的國人都了解 我們已經逐漸的很快速的高齡社會 到超高齡社會的邁入 那長照體系的需求 讓我們的老人家、長輩能夠老有所忠 是這個國家跟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 那但是我看到今年的預算 我有一個很大的困惑 就是說 我們的長照不斷的在縮水 那而且很相近的月份 版本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那去年我們現在的總統蔡英文 他在公布他的證件的時候 是希望大概330億到400億來做長照 那今年2月23號的時候 他也是說300到400億 那衛福部在今年7月14號 長照2.0的報告的時候 你們的細項是207億 那到今天變成了177.5億 那請問這樣縮水的狀況是因為 錢不夠還是我們的長照需求沒有那麼多 誰要回答都可以 報告委員 這個今年的207億是我們提出的經費的需求 就是概算 那我們重新再評估目前的資源的狀況 我們認為資源的部件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成長的速度 就是服務的供給量跟成長的速度 稍微比較務實的估計 所以就用這個162億來做一個呈現 就真正編列的就162.5億 那207億是我們今年剛剛提出來規劃的時候 希望一步到位 就是把應該上長照10年計畫沒有給的服務 都一次都到位 把它補足然後把量也擴充 再重新盤點之後發現資源的部件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把它稍微放慢一點點資源部件的速度 所以就變成162.5億 沒有你們的細項我全部都有對嗎 你們今年7月的時候告訴大家是需要207億嘛 後來是變成177嘛 那你剛剛講的是衛福部的還有加上其他部會的 加起來是這個數字應該沒有錯嘛 那我的問題是你們7月的時候是服編還是估計錯誤 還是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啦 是錢不夠還是需求沒那麼大 這個問題有這麼困難嗎 你們居家服務從65.66降到 本來是99.25 那降到65.66 日間照顧從16.86億到降到11.96億 每一個項目啦 除了你們一些奇奇怪怪的 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對得出來以外 有具體項目的數字每一個都往下調啊 那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啊 是你們對於需求估計有錯誤還是錢沒那麼多 是報告委員 因為當初我們是希望把長照十年計畫沒有給足的資源 一步都給足齁 就是在長照我們的這個居家服務跟日間照顧部分 就是所謂的照顧服務的時數 我們希望一次都給足 現在沒有辦法給足嘛 現在就覺得資源 沒有關係現在長照需要的人數 是73.8萬人還是57.7萬人 我為什麼會有這兩個數字啊 這個數字是你們今天報告的數字啊 那57.7萬呢 一樣啊 是你們衛福部的數字啊 那我在看衛福部的政策評估報告的時候 我看的真的是一頭霧水啊 那到底哪一個數字是對的啊 好 跟委員報告齁 第一個就是57.7萬是根據 如果用長照十年計畫的標準去推估是57.7萬 如果我們再擴大的室內人口再把它加進來 就會擴大成 沒關係齁 你們這個評估的基礎是什麼 後來這個評估的基礎是什麼 請你們另外交報告給我 好 因為政府單位的報告在這麼短的時間當中 數字的不斷去變動 讓人非常的困惑 來 你看齁 我們現在長照的經費按照你們的報告 73.8萬人 編了177.5億 每個人每天的費用是65.8元 那我們現在長照的預算在我們GDP的比例 是0.11% 根本就不到1% 那什麼叫做最佳的估算啊 最佳的估算是 用你們之前舊的版本人比較少 那同時呢 我也把你們這次要加的稅 全部都再加進去了 最佳的估算也佔GDP的0.25% 跟日本長照的經費佔GDP的1.58% 相差非常的遠耶 那市長您覺得我們還需要多少的努力 才能夠真的把我們的長照給做好 我們現階段就是用量錄為初嘛 就是財政有多少 所以是錢的問題嘛 我們做基礎的照顧 我們做最基礎的照顧 好沒有關係 錢有問題來我們來請教一下財政部部長 你們現在計畫的是10 15 20吧 對 那這個決定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認為是調到20 大概 這部分等於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事實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認為條20應該是 也可以是第一個 對於只影響比較大額財產者 對於中小財產都沒有受影響 對啊齁 你說齁 比較低的 假設啦齁 現在我用的這個集句齁 就是朱澤民主記長 那個時候幫財政部做的研究報告 整本我都拜讀了 非常的詳細 非常的佩服齁 你如果在1300萬以下 你維持要10% 然後你說齁 財力比較低的 那我們盡量不要給它影響 這個我贊成 但是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財力高的你最高 你也只增到20% 時代力量的版本 是10 20 30 10 20 30 那這些齁 按照我們這樣子不同的稅率 去推估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正宇 免稅的免稅 你現在有打算要動嗎 還是沒有要動 維持不變 你還是用220萬 對 部長我真的建議你喔 有很多關心這件事情啊 財政學家也好 甚至朱進一的文章 你們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 當初正宇稅 免稅額調高到220萬 世代不正義提早來臨 這件事情 在台灣社會所造成的衝擊跟影響 我接下來的試算喔 就是按照我們的 朱教授 朱祖記長 那個時候所做的報告 所做出來 在我們兩個不同的稅率之下 你們的稅率加起來會是224億 這是遺跡產稅 鎮影稅是253億 時代力量的稅率 算出來會224億 鎮影稅會262億 剛剛衛福部的次長 站在您旁邊已經講得很清楚喔 他們現在只能夠提供這樣子的規模 完全是因為錢不夠嘛 那讓有錢的人 多繳一點稅 然後來挹注我們社會上面長照的需求 這樣的政策方向 不曉得部長你贊不贊成 贊成啊 所以說我們目前這種版本 也是針對高額財產才會受影響 沒有啊 對啊 但是你高額財產 你也調個5% 10%而已啊 你真的是有心要照顧弱勢 還是覺得富人不用給他坑 還是在為了富人會徵稅而擔心 這個是我現在喔 對於財政部也好 對於衛福部也好 你們都是整個政府的一份子 你們所採取的價值跟政策立場 到底是什麼 衛福部站在你旁邊喔 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喔 錢不斷的縮水嘛 理由就是財源不足嘛 那你們在遺產證隱稅的時候 做得這麼保守 對於穩定的財源 真的有幫助嗎 來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香菸一年賣幾包 沒有 因為我看你們報告我非常的困惑啊 你們只給大家一個數字 那那個數字怎麼算出來的 在報告裡面 連基本的算式都沒有 一年嘛 賣16.55億包 來 非常好齁 這個齁 是你們沒有提供的數字 我必須要到財政部 你們對於燕捐 燕稅的收入 按照稅率 我自己回推出來的 從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剛剛你應該報的是16.5億吧 對對對 這個是2014 你2015的data 還沒出來是不是 對 然後前面是17.61一包 17.21一包 那個是104年的 對好 那這個 我應該沒有算錯啦 從剛剛部長 跟大家講的答案 來 所以 你們現在的推估喔 就是按照你們的數字 我自己回推回去是 你們燕稅增加了以後 會減低為13.8億包 我這樣的估算對不對 應該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啊 因為還考慮它的價格彈性 對 價格彈性 所以好 那你們算出來的 會降低為幾包 你現在只給大家一個conclusive的數字嘛 你怎麼算出來的 怎麼推估的 完全沒有政策評估報告 我們的財政部裡面 有這麼多的專家 做出來的報告 不應該連學生的品質都比不上吧 我現在要求的很卑微喔 你們怎麼推估出來的 把數字跟大家講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而且 不管你們推估的是幾包 你們怎麼算的 告訴大家 要有一個理性的基礎 那要不然的話 從衛福部的報告 數字變來變去 從財政部的報告 根本沒有計算的基礎 那我就會懷疑說 我們一個行政院 這麼大的部會 這麼多的專家 所匯集出來的報告 就是拼拼湊湊的數字 那這樣要立法委員 怎麼樣去監督你們整個施政 那個部長拜託一下 你們整個評估 這些數字怎麼算出來的 會後 可不可以提供 詳細的報告給各位委員 考驗煙評價格彈性的問題 好 謝謝黃委員的質詢 我們下一位請 吳秉諾委員質詢請